蠻长的抵抗 加上又有大量地雷 所以乌克兰推进速度很缓慢 才刚步出装甲车 马上面临枪领弹雨洗礼 而且越深入森林 越危机四伏 乌克兰禁律第三突击率 持续在巴赫姆特奋战 说时迟 乌克兰马上发现 前方有二军战好 再度遭到敌军 另一波疯狂扫射 但接下来还有更致命的攻击 乌克兰 无军重整太势 再次展开突袭 这次从战壕里活捉了两名俄国大兵 从战俄口中得到更多俄军未知情报 仔细搜查俄军身上的装备 免得不小心被丢手榴弹攻击 在审问战俘时 有发现被强制送到战场的俄罗斯囚犯 五军仕途从巴赫姆特南北两边夹攻 要把俄军团团包围 但其中一个离巴赫姆特南部1.6公里的作战部队坦言 反攻进展缓慢 只能以公尺计算 乌东其他战线 像是马克耶夫卡市 乌俄两军也爆发数十次战斗 乌军成功摧毁其中一支俄军部队 幕后功臣就是无人机 随着战场条件变化 乌军也加强改造无人机攻击 经过改造后 无人机可以携带十到四十公斤炸药 口径从六十到一百二十毫米的炸弹 来进行攻击 同时可以侦测敌人位置 回报给地面部队 地面部队接收到俄军位置坐标 就能知道大炮该往哪里打 不过俄军有大量伊朗制 自杀无人机助阵 乌克兰赶紧召集工程人才 设计足以反制的武器 不能只有被动防御 还要主动出击 乌军只希望能比俄军早一步 抢得反攻先机 乌克兰军医也忙个不停 要抢在最短时间内 及时治疗伤兵 或是运送到后方医院 这些战地医生说 此情此景就好像九年前的 克里米亚战争重演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到南部前线医院探视 他说九年前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 很多医生和军人都逃到乌克兰控制的城市 他们也希望打赢现在这场仗 让大家回归疲静生活 TVBS新闻众统报道 泽伦斯基表示了 外国军援乌克兰的武器交付速度很缓慢 甚至现在还延误到基辅的反攻计划 因为地雷变得越来越多了 请教记者伟佳琪 欧位战阶还在持续开打 而现在乌克兰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却认为 这军援有点太慢了 而且越缓慢 地雷就会越多 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奥德萨的时候他讲到了 他说战场上遇到了某一些困境 虽然乌克兰现在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反攻的速度开始放慢 什么问题呢 他说现在到处都是地雷 反攻的越晚就有更大片的领土 是布满地雷 对吴军来讲就是多一分的危险 那么他说他早就跟美欧的领袖 都讲过了 我们也希望早点反攻 但是要有军援武器才行 那么现在可能拿到了一些武器跟物资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 可以得到的像是F-16 或是长城飞弹的帮助 他们说这不是得到了之后 只是要为了跟俄罗斯的空中优势 来做抗衡 而是为了平等 怎么说呢 他说F-16是人道支援 为此古物的航道走廊 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此他现在更加喊话 希望这些美欧的领袖们 可以再均援他们更多武器 而傭兵集团的一日叛变行动 虽然落幕了 但这算是一个秋后算账跟着来吗 普利格金的住家被传出遭到搜查 那被搜出了哪些东西呢 交给佳琪说明 还记得之前发动一日叛变的 瓦格纳集团吗 他们的首领普利格金 不是之前说他在白俄罗斯吗 不过现在就传出 他很有可能已经回到俄罗斯去了 我们现在也看到的是 其实俄罗斯的安全部 针对他的住宅 也做了大量的搜索 发现里面有一些惊人的东西 除了豪宅里面相当豪华之外 他们也发现有大量的枪支 甚至还有造假的护照 以及各国的现金以及金条等等 那么传出就俄罗斯的安全部 在搜索之后把这些东西都给没收了 甚至他们有发现 这里面还有一个私人的祈祷室 那么里面有很多的东正教的头像 那么他们就认为他其实也是一个 蛮虔诚的教徒 不过现在俄罗斯的媒体却指出了 就普里格金很有可能已经回到俄罗斯 而且已经取回被没收的武器跟现金 但是是不是如此呢 到目前都还没有接收到官方的证实 也让普里格金现在的下落成为了一个名 踹门闯入俄罗斯警方大动作 搜索瓦格纳创办人普里格金的公司 拿着枪像对付恐怖分子一样的阵仗 同一组人马再搜普里格金 正比得保豪宅 官媒画面大放送 莫斯科到底在演哪一出 豪宅客厅气派黑白大理石地板 从钢琴到按摩浴缸 豪舌装潢通通曝光 但有钱不是罪 除了公司的处罗斯 这里有了大厚颜色的武器和武器 把钱包含在乌鲁和货币 几个鲜鲁和鲜鲁 和折据网上各种名字 但同样的照片 仓武器还有假护照 这就严重了 也有提到疑问的包装 甚至提到可能性格的毒品 所以实际上有一个努力 在国际电视频 显示这个显示范尔布格尔 不天盖地而来的指控 有没有犯罪不重要 重点是让俄罗斯人看清楚 反对普京的下场就是人格谋杀 连人在哪也不说清楚 上星期还有媒体拍到 普里格金悄悄回到圣彼得报 多亚表示不在意普里格金 但从各种搜查和大内宣 能看出普里格金 恐怕还是克里姆林公的眼中钉 DBS新闻最后导 好 双方依旧在战场上头拉扯 如果整个战事持续的推延下去 那双方和谈是否有机会能够展开呢 现在白俄罗斯总统 其实有给出了一个非常可能 坐下来谈的时间点 再交给佳琪 为战争开打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外界都好奇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画下据点呢 不过外界现在似乎是看到了一线曙光 因为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贤科 就曝光了恶无可能和谈的时间点 卢卡贤科就讲到了 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停下来 而且是不带任何的先决条件 也是没有任何前提 双方要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 在谈判桌前讲到恶无和谈 可能会在这秋季的时候开始 不过外界都在想了 现在才夏季 那么秋季的开始会不会是在9月呢 外界也有无限的联想 卢卡贤科还讲到了 这场战争就像在白俄境内 发生的一样 那么自己并不是所谓的调解人 但是乌克兰白俄罗斯跟俄罗斯 都坐在同一艘船上 所以大家应该要冷静的 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因为他认为和平的解决战争 不应该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因为这是场俄罗斯 与白俄罗斯的事情 他认为应该要来自己人 坐下来好好解决 如果对于这些国际消息 还有更多的兴趣 不妨扫一扫我们的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